有趣又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就在MISS英国 哈喽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一期呢,是跟各位新朋旧友的一次茶话会 聊什么呢,正如我的标题所言 欧洲经济衰退来临 身在英国的我们,想润嘛,要润嘛 MISS英国这个频道呢,做了这么久 我一直都是以蛮积极的心态去分享一些 关于如何在英国生活更舒适的信息 我每次呢,读到那些打算来英国生活的朋友给我的留言 我都会回一个鼓掌的表情,欢迎来到英国 但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想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离开英国的念头 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想去哪儿 我们又在纠结什么 最重要,虽然呢,它是我的家事 但是我很期待听到你们的建议跟看法 五个月前,我做了一期名为 物价涨疯了,英国真的会迎来生活危机吗 在那一期呢,我们有聊到英国的通货膨胀 飙到了30年代的最高 经济学家,政治家,还有媒体已经拉响警报 但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没有强烈的危机感 因为一切才刚刚开始嘛 三个月前呢,我又做了一期叫做 物价涨,房贷生,英国经济衰退的苦日子 要来了吗 在那一期呢,我跟大家分享了 脱欧,疫情,还有俄乌战争 这一系列的灾难事件 到底是怎么影响到我们在英国的生活 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呢 又将一个很残酷的预测放在我面前 说英国将在今年秋天正式进入,经济衰退 紧接着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补了一道 说他们的预测呢,2023年英国将成为G7 这个最富裕经济体当中增长最慢的国家 要知道啊,印度刚刚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了第五大经济体 疫情解封之后呢,本来就百叶带新 但是坏消息呢,还在霹雳啪啦的下 这种感觉,好像英国漫长的秋冬天呢 乌云笼罩,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 最可怕的是呢,身在其中的我们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变化的 就是钱,不值钱了 你看英报跟欧元最近兑美元的汇率都在掉 去年呢,我们家每周一次的食品采购50磅就够了 现在呢,至少70磅,也就是涨了40% 不要小看这20磅,因为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 那当然出血最多的就是能源费 到今年10月,据说英国一个家庭的年度能源账单呢 将从2000磅涨到3549磅 一年前才1000磅啊,朋友们 而且预计到明年1月要涨到5300磅 能源费用呢,是成倍的翻 鲍里斯呢,给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建议 他让我们去买一个节能的新水壶 说一个水壶一年可以省至少10磅的能源费 但是如果你买一个新水壶,你会赚10磅每年 每年,10磅每年,每年,每年,每年 都会赚10磅的能源费 我听了以后就在想,脑脑子瓦特了 花出去的钱呢,多了,那赚回来的钱呢 现在的经济环境还有就业市场 至少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呢,大家都是很悲观的 都觉得这两年呢,发财就别想了,咱们能平稳度过就偷笑了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而且低迷的大环境下呢 我们这个前年买的房,去年添了娃的三口之家 诶,突然之间,危机感就来了 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英国的生活有多么水深火热哈 没有那么夸张,日子还是能过的 但是呢,你可以想见以目前的经济环境 未来我们的生活舒适度一定会受到挤压 那我们也不希望等到了生活质量 必须要面临改变的时候 我们再去思考要怎么去面对 古人不是云吗?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 所以呢,在这个有些被动的大环境下呢 我们就想要主动的去寻找突破口 这个口子呢,诶,最近就来了 我们遇到了一个机会 从家庭收入,职业晋升空间来看呢 我觉得都觉得算是一次机遇 但这个口子呢,它在美国 坦白讲,最开始接触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呢 我们是非常兴奋的 兴奋在哪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收入 我之前呢,做过一系列关于英国工资的视频 那不少在美国生活的朋友留言感慨 说对比之下,英国的平均收入实在是有些低了 尤其是一些从事像医生、律师、程序员这些专业技能的岗位 即便你是在伦敦,平均薪资呢,大多也比不过美国 而同一个公司,同一个职位,美国的薪水是英国的两倍 太常见了 当然,赚钱这件事,它是没有上限跟尽头的 够不够呢,除了看收入花销这个数字 也考验心态,对吧 以我们小两口目前的生活方式,还有消费理念来看 我们觉得是够的 但是呢,一代人即将面临的最糟糕的经济环境这个预测呀 让我们的忧患意识一下就起来了 因为俗话说呢,你兜里有良心里不慌嘛 那趁年轻,此时不打拼,何时打拼 此时又更好的收入不赚,何时去赚 所以抓住这个机会,对我们的家庭收入而言 绝对是正向的一个帮助 让我们感到兴奋的第二点呢,就是发展空间 2016年对英国来说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 对,脱欧 从2016年6月的全民公投到2020年的12月正式签署这个协议 作为一个全民参与的政治事件呢 脱欧确实给英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你想了解英国跟欧盟的前世今生呢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来说 我们其实是有一步步的感受到脱欧的经济影响 就是英国在萎缩 跟欧盟还在谈判的那几年 你各个行业下一步是依然按照欧盟的规则来 还是你要搞自己的那一套 许多的问题都悬而未决 这几年不断的有公司呢,把自己的总部 签出英国,搬去欧洲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那许多原本需要跨国合作的项目呢 也被迫放缓 不少投资者跟人才呢也在观望 这些对英国的经济增长肯定不是好事 那现在跟欧盟正式签了协议之后呢 虽然包括像鲍尔斯啊,里希松纳克这样的政治人物 一直在谈说英国要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港 独立开展更多的贸易合作伙伴 愿景是好的,但是进展是缓慢的 要承认的是,过去当我们谈到英国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是把它作为整个欧洲市场的一个据点 但是今天在谈英国的时候 可能更多指的就只是英国这个市场 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的话呢 市场萎缩最直接的影响 当然就是我们的职业发展空间在萎缩 再回到我前面聊的第一点收入那一部分 为什么英国的品确工资比美国低 工资增长还慢 因为你的发展空间变小了呀,对吧 除了脱欧对英国的冲击 还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呢 就是对比美国 英国这个市场确实太小了 很多像医药、能源、科技啊 你只有市场足够大 才是你形成行业举证、人才聚集的一个基础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你的职业发展机会想会更多 空间想会更大 这是为什么去美国发展这个机会呢 让我们兴奋的第二点 第三个让我们感到兴奋的点呢 是离开英国这件事本身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想回到我当初做明思英国这个频道的本意 我频道上面有一句标语叫做 中式视角看英式迷思 分享我的伦敦奇妙记 我很开心自己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社区 在我以自己不同的成长背景 去看待另外一种文化跟生活方式 去和你们分享想法的时候 我也看到你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 怎么去看待同样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聊到像教育啊 房产啊等等一些话题的时候 每次我读到有像生活在澳洲啊 新西兰美国等等一些国家的朋友 给我分享说 他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那里人大概是怎么想的 我就会觉得自己又学到新的东西 那我本身的生活态度呢 也是想在我的有生之年 我要尽我所能去认识这个世界广袤的一面 游天地 十万物 长见识 聊米思 所以当我想到 如果我可以从英国搬去美国 我再以着这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 去分享我在美国的所思所想和所经历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太兴奋了 所以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毫不犹豫再积极推进 但是呢 当进展迅速 眼下真到了要做决定的这会儿呢 我们有些犹豫了 就我们真的要从英国搬去美国吗 因为越往前推进 当我们真的要思考着手准备 从英国举家搬往美国要面对的很多细节的时候呢 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要面对很多 原本并不需要担忧的事情 而这些 让我们开始犹豫 首当其冲就是医疗 在英国生活这么多年呢 我觉得有一点我融入的很好 就是我开始像很多英国人一样 一边骂骂咧咧的吐槽NHS 但一边又无比骄傲的维护着它 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英国的这个全民免费医疗体系NHS 大家通过税收共同建立的提供给每个人的安全网 每个人呢 指的就是只要你有合法在这里居住生活的权利 你就可以获得同等水平的护理 不管老少 不管贫富 不管你有没有工作 但美国呢 它是完全另外一个路数 它是私人保险和政府补贴计划的一个复杂的组合 而且让我特别困惑的是 每个提供商还提供无数不同的计划跟覆盖范围 不同的计划呢 还提供不同级别的城堡范围 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最终还是有可能要为某些服务呢 自掏腰包 然后我突然发现 我变成了一个消费者 我必须要学会货币参加 根据我自身现在的医疗需求 或者是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呢 去找到我觉得可能合适的产品 我就想到我以前还在读书的时候呢 在留学圈听过的一个经典段子 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骑自行车呢 狠狠地摔了一跤 路人在旁边说要帮忙打急救车 学生一听 啊 打急救车 扶我起来 我还能走 在英国这个段子根本就不成立 因为你用救护车它不要钱 生什么类型的病啊 动什么规模的手术 花多少钱 在英国你通通都不用操心 换句话说吧 在英国看病这件事情呢 它是一项基本权利 而不是一项你需要去购买的服务 还有一点呢 也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就是在美国 如果你有工作的话 通常你这个医疗保险是由公司提供的 或者说你们共同承担 那这也意味着 当这个工作我还干着的时候呢 我才能得到这个城堡 一旦失业了 或者我换工作了 那变数就来了 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朋友当中呢 也确实有人 他选择一份工作 不是因为喜欢 而是因为对于他的家庭来说 这个公司提供了看上去 最优质的医疗保险 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职业发展空间对比当中 美国的优势 但是我觉得事实上 医疗这一点呢 又确实某种程度上 限制了我们在美国的职业选择自由 在英国生活这些年呢 医疗几乎从来都不是 我们考虑一份工作的因素 因为它不是由公司 或是老板来提供的 在英国它是你应该得到的 一个基本保障权利 然后这个礼拜呢 我一直都在研究啊 对方给我的这个 关于医疗保险福利之快的内容 好复杂呀 各种plan 什么in network out of network 我真的是头一个变成两个大 因为如果你是搬来英国的话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注册你的GP 那我要强调的是呢 虽然NHS本身也是褒贬不一 那我在英国的看面经历啊 也是有好有坏 但对于我们来说 到底要不要离开英国去美国 医疗它现在之所以成为一个 头等担忧 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没有保险的问题 而是从一个公民基本权利呢 变成了一个消费者购买的服务 换句话说 原本是NHS这个系统为我的健康呢 保驾护航 现在变成了我自己要学会 去寻找对的产品 为我的健康 保驾护航 那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保险 保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才能够安心 我们就发现呢 我们好像走进了一个 好像迷宫一样的 无情的市场化的一个盈利性的系统当中 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要花费多少时间 耗费多少精力 经历哪些挫折 让我们感到担忧的第二点呢 就是包容度 其实生活在伦敦的这些年呢 我真的能够感觉到 伦敦这座城市 它的多元文化 和它对不同背景 不同种族 不同生活方式 人的一个包容 就像很多人认识伦敦知道的那句话 这里是伦敦 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爱你所想爱的人 我觉得生活在一个包容度足够的社会呢 你才会有空间跟机会去寻找到自己所在 因为你知道这个社会呢 会去接纳你 那我也不确定 我们下一个要去生活的地方 它会不会在这个方面 比伦敦做得更好 其实总的来看呢 不管是说医疗 还是说到这个城市的包容度 归根结底呢 就是三个字 安全感 一个社会的安全感呢 在我看来 就是你对于生命的基本保障 和它的包容度 这么长时间呢 没有更新了 我很开心 今天能够有机会坐下来 跟大家聊一下 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这个小家庭 正在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们所面对的抉择 我们正在纠结的地方 我非常期待在评论区呢 读到你的想法跟建议 那下一步 我们到底会不会去 我们到底是去哪 我一定会分享给你的 好了 感谢你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记得点赞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 支持我做更好的内容 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一起来破解那些英式民思 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 就在民心英国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